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后者为文献整理之作 《九珍十二元》开篇集给出了真酒定义 明确以血气为理论原点 构建真酒学理论体系 名曰真经 并表达了令可传于后世 毕名为知法 令中而不灭 久而不觉 亦勇难忘 为知经济的坚定决心 作者在这具有序论性质的第一篇 阐述了以下主题 真酒学定义 九珍的形质及功用 真道书学的概念 真酒治疗原则 麦刺法 五色麦诊 不懈失误及救物 真效的判定标准 十二经麦 十五落麦及其本书 五藏十二元 五点真酒学的理论要素一一再列 而节语偏观能则总括约二十篇要点 只可惜没有标明偏明 我花费很长时间竹条考定其出处 重点强调了以下要点 经落本书九珍 十二元标本 枕法 五色枕 刺法 刺进 毫针 补屑 智泽 舍方至神 真酒定义等 与序论篇九珍十二元首尾呼应 二 不久 我又发现了这两篇中耐人寻味的不寻常之处 即在本应粗描文阔 提纲点睛的序论九珍十二元 却详细描述了新旧两种麦磁法 甚至连持针之法 注意事项这类细节都一一交代 如果说开篇中不惜笔墨于技术细节 已显得很不合常理 那么在细字如今的节语偏观能再次出现 则更令人费解 后来我通过细心研究《皇帝内经》的设计与表达 发现该书作者或主编 是一位写作技巧极高的写手 不可能出现这样不可理喻的失误 或败笔 我唯一能想到的解释 这是作者特意的精心设计 正是从作者这一故意露出的明显破绽中 我读出了其内心期待 期待读者将目光聚集 在《豪真刺脉》 《书补谢条经》 法 从开篇到结语 一遍遍不厌其烦的反复阐述 特别是具有特殊意义的篇章 《条经论总论》 《针灸理论纲要》 最后也是落脚于《豪真刺脉书补谢条经》 法 为了使后人不错过这道藏在深处的风景 《皇帝内经》作者 《珍是费尽心似设下层层铺垫 开篇及埋下西京的伏笔 知其要者 一言而终 接下来又见皇帝之口 精心设计出一个个关于真酒要道的追问 从不同角度问真之药 次之药 身之药 脉之药 忍之药 不露声色的一步步将读者的眼光 引向真酒之道的起点 血气 对于皇帝关于真酒之药的一个个追问 齐博明确答道 九真之药在豪真 赐法之药在豪真补械调经法 诊法之药在脉诊 治法之药在治神 身体之药在五脏四末 所以然者皆因于血气 为了确保读者领悟这环环相扣的铺垫 《皇帝内经》作者又精心设计了一组皇帝 齐博间的君臣对话 更直白地表达齐最想让人领悟的一言之药 即整个真酒学大厦建立在血气这块基石之上 血气是打开皇帝内经的蜜月 毕曰 善 于欲临病人 观死生 绝贤疑 欲知其药 如日月光 可得闻乎 齐博曰 色迈者 上帝之所贵也 先师之所传也 欲知其药 则色迈事已 色已应日 迈以应远 长求其药 则其药也 毕曰 愿文要道 齐博曰 智之药吉 无失色迈 用之不惑 智之大则 帝曰 于文其药于夫子已 夫子言不离色迈 此于之所知也 齐博曰 智之吉于依 帝曰 何谓依 齐博曰 义者应得知 一经便其论 正是这段皇帝带着不耐反口气问出 而齐博仍坚定不改地对答引起了我的注意 得此一言而知其药 将皇帝内经中的一颗颗珍珠群 按其原本的次序一以贯之 串联成一条完整的珍珠链 当最后一颗珍珠准确置于这条链上时 几十年读了不知多少遍的皇帝内经仿佛一下子活了 也分明感受到书的作者在对我微笑 我在前一部大纲 经脉理论还原与重构大纲提出的问题 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 像中国人那样对于血脉观察之细微 也没有哪个学科像中国古典 真酒学对于脉象思考之深刻 脉象究竟能给我们提供什么关于健康与疾病的信息 在这一刻有了明确的答案 在以血气为原点延伸出的各条路径中 血气的度量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这使得中国真酒人在长时间内对脉的色泽 形态 搏动等进行了极为细密的观察 获得了极为珍贵的脉症关联数据和规律 在真酒发展史上 豪珍的发明具有理成为意义 豪珍在九珍之中一只独秀 成为九珍之灵 正因为豪珍是唯一一种兼具补虚屑 是条血气之功的真具 将一个个从理论原点血气推出的理论要素连成一体 并落实到调血气 另合着最后的临门一角的正是豪珍赐脉书条经法 它既是真酒要道之所归 也是真酒之道予以微珍通其经脉 调弃血气 迎其逆顺出入智慧的完美诠释 由此血气脉豪珍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构成了整个古典真酒学理论体系的主线 3. 这时 一个更大胆的问突然冒出 如果皇帝内经构筑的真酒学大厦 都建立在血气这块基石之上 那为什么不能用宫里化方法 将这个大厦呈现出来 我真的被这个大胆的想法吓到了 真不知道 这一问最终将我引向无限风光的显风 还是难以生还的深渊 我问自己 为什么几十年与灵书素问一遍遍对话 都不曾生出这样的念头 只因为在我接受的所有教育中 被一遍又一遍地灌输 并被一次又一次地强化 宫里化的演绎体系 不可能生长在中国古典文化的土壤中 直到我学习了分析心理学的精神分析法后 才恍然悟到实际上 我早已被这个权威的话语深度催眠了 是皇帝内经中皇帝的一次次追问 把我从催眠中唤醒 梦醒忽质的问又引发了下面一连串迟到的问 4.东汉时张仲景从一个病热病 一个主症寒热和一条主线六星 构建了简明实用的礼法 方正一体的方药诊疗体系 千百年来被后世一家遵循 至今不能易 那么有没有可与伤寒论媲美的真酒学经典 对真酒假已经几十年执着的研究 让我十分自信做出这样的判断 真酒假已经之于真酒 由伤寒论之于逢药 然而令我困惑的是 历代研究伤寒论者数百家 而研究真酒假已经者无一家 是什么吸引人们对伤寒论趋至若无 又是什么拒人于假已经文外 假已经成书虽晚于伤寒论 但成名更早 早在唐代 即被公认为后学一尊用之 一人之秘宝 后人也把假已经作为中国真酒学诞生的标志 这些评价也绝非一美之序言 该书充满智慧之光的理论创新实力 可参见本书第五章事例 相反 伤寒论在宋代才得到公认 可是 为什么假已经对于真酒学科的推动 和引领作用 远不及伤寒论对于中医方药的贡献 究竟是什么制动了假已经理论创新作用的发挥 更耐人深思的是中医四大经典 有两种主要说法 其一 黄帝内经南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 其二 黄帝内经伤寒论惊润略温病调变 两种说法皆榜上有名的为 黄帝内经伤寒论 无可争议 而温病调变的入选多少让人感到意外 是什么让宛治清代问世的温病调变 取代汉代的中医奠基之作 并立押中医史上 久想盛名的假已经 而极深四大经典之列 即便是仅就温病学的贡献而言 在此之前还有无忧可问一问 夜天室为其盈血辩证等著名家经典 温病调变 凭什么既超越前代不同领域的开山之作 又超越同时代同门类名著而脱颖而出 一句话 温病调变的入选是偶然还是必然 五 要回答以上这一个个从未有人提出的问 恐怕需要一本专注才能阐明 故以下只给出笔者的研究结论 而略取所有的论证过程 这个任务留待 日后用一组论文或专注去完成吧 从中医思达经典说起 第一种入选名单中的四部一集 均为汉代或汉以前的著作 入选的理由看起来很明显 传统说法认为此四书 皆为中医学或中医学分支门类中的奠基之作 现在看来这个理由可能不够实也不够硬 以最无争议的皇帝内经商寒论为例 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双重证据皆表明 在皇帝内经之前也有匾鹊学派关于中医学理论的一级流行 同样在商寒论之前 也有匾鹊学派传人话托构建的理法正方统一的商寒诊疗系统 或许有人会说 这四部经典是现存最早的各自门类的奠基之作 可是神农本草经又并非现存 在看人们看不懂的第二种说法的四大经典 皇帝内经 商寒论 金奎要略 温病 调变四部 虽在影响力上有高下之分 但都表现出以下四个共同的特征 第一 皆为理论创新之作 第二 理论构建皆从一个基本假设出发 通过提炼一系列基本概念和基本命题 推导出一个缓缓相扣 有机联系的理论体系 第三 四部经典的基本假设是相同的 第四 理论构建皆以或主要以命题表达 凭借这四条标准 温病调变实现对汉代两部经典的逆袭 极深四大经典无可争议 同样根据此四条标准 真久学的奠基之作假已经的落选也不再冤枉 符合四条标准中前三条者 还有一部清代王清人的伊林改错 该书对皇帝内经 针对真久学提出的人 知所有者 血与气而 血气不和 百病乃变化而生 命题给出了方药路径的诠释和应用势力 虽然自出版以来 伊林改错引起广泛而持久的关注 但应当说 人们对此书的价值和意义的认识还远不到位 而且不论是点赞者还是抨击者结尾说到点上 这个话题有点超出本书的边界 不在此展开 不知曾何时起人们形成了这样的印象 中国古代医学多是归纳性的实时陈述和经验总结 理论化程度不足 然而 熟悉演绎科学公理化方法的读者 不到以上中医经典的四个共性特征 一定会发现形式逻辑 公理化的要素 基本概念 基本假设和公理以及由此导出的结论 命题 一一再列 不禁惊叹 原来 公理化的思想一直流淌在2000年间 最能代表中医学理论创新的经典之中 这一集有说服力的事实表明 尽管中国古代 没有形成专门的公理演绎方法的形式逻辑 但应用其原理和方法 构建医学理论体系 却比西方在经验科学引入公理化方法早得多 这一情形很像表面解剖学的发展 作为一门专门的学科 表面解剖学诞生于西方 然后世界上最早的表面解剖学的应用 和最丰富的表面解剖学的经验总结 却出现在中国古代的真九学 在以上四部经典中 真正体现原始性创新之作为皇帝内经 其他三部经典 都是对该书构建的理论体系的某分支的延伸或一致改造 而且可以确认的是 自觉探寻并成功应用公理化方法构建理论者 也是皇帝内经作者 然而就理论体系本身的研究而言 后世一家对于伤寒论的研究 却远远超出对皇帝内经的研究 甚至对晚至清代问世的 温病调变的研究也比对皇帝内经更多更深入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寻常的现象 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 四大经典从理论形式的内在逻辑性衡量 温病调变最高 而皇帝内经最低 后者好像盖了一座奇美的大楼 却没有楼梯也没有脚手架 后人既不能一级一级的设计而上 领略其结构美 也难以借助于脚手架对其进行修缮 于是只能就文本文字解读 而难以从理论本身研究 从这个实力也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 理论的结构形式 在一定程度 也影响到理论价值的呈现 以及其后的发展命运 2000年中医学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创新制作 切走了同一条路 功力化之路 中医理论创新都通过这条路获得成功 或许还不能由此断言 功力化路径为中医理论创新的必有路 但至少提示这是一条理论创新的主干道 今天笔者的这本小书也选择此路径 非求有朝一日机身四大经典 诗为原一个营绕心间已久的梦 遵循皇帝内精致不能寻理 气术于世的理念 将古典针灸学血气说功力化方法挖掘出来 并借鉴西方形式逻辑功力化方法的合用部分 探索一套更适用的针灸学理论创新的结构 形式化规范 让古典针灸学的原理 从功力到推论的逻辑链条清晰呈现 使得皇帝内经构建的针灸理论体系 体现出明确的可检验性 更充分释放出 其对针灸诊疗实践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并为后人完善或重构这套理论体系提供一套合用的脚手架 让更多针灸人的智慧得以渗入理论之中 从而赋予其更加旺盛的生命力 无应会言 无论是结构还是内容 皇帝内经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 而只有将皇帝内经建构成理论的逻辑过程清晰呈现出来 后人才能走近它 才能正确理解 才能客观评价 才能接着说 不断完善而赋予其更旺盛的生命力 6.关于本书的具体编排设计 有以下几点说明 1.以命题的形式阐述理论体系 命题几乎都集自传释本灵书素文 兼集汉代南经商寒论 以及保存于麦经、贝籍、千金药方、千金义方 中的汉以前议论一文 命题下肩负推论 实与命题性质相同 其内容或隐含于《皇帝内经》等经典中 但没有以命题形式表达 或不见于经典 乃逼者从公理或已经证明的命题中推导而出 2.关于命题的证明 同类命题采用集中论证和解读的方式 在满足严谨性的前提下提升可读性 3.为方便引用 命题及正文所引经文案如下体力处理 1.命题编号 同一章出现的命题皆连续编号 采用两级编码 第一个数字代表章节号 第二个数字表示命题的序号 例如命题1到1表示第一章的第一个命题 第二 如同一命题 在不同章节重复出现时 仍标注其首次出现时的原编号 第三 同一或同类命题从不同角度表述者 则酌情分别列出 单独编号 如此处理 一是因为这些命题 多为皇帝内经作者认为重要的命题 从不同角度阐述可提示起重要性 二是避免笔者在多选一时难免的主观性 第四 凡出自灵书 速问的命题皆以简略形式著名原文出处 以字母I奥表示灵书 S表示速问 以阿拉伯数字表示偏数 例如九真十二元标作I奥一 第五 正文引速问灵书经文指标篇名 不出书名 所以速问灵书军具人民卫生出版社1979年排印本 凡可确认的底本中错字 用原括号 标出正字 拖字补给并外加方括号 眼闻则字外添加方框 四 各章手术语有两点说明 第一 所述多为惊人未解和误解的概念 众所周知且理解无误的术语多从略 第二 术语的定义和解释限定于本书讨论的范围 而不似词书那样面面具到包罗术语千百年流遍的所有意向 五 关于次九处的表述 本书统一规定 次九处的统称约书学 有固定位置和名称的次九处约经语 无固定位置的次九处约其余 卖书统一做书字 书特别强调 不用后出的书表达次九处的统称 六 全书第二到六章呈现的是真九学理论框架 在章节编排上 尽可能按照真九学理论从原点出发 实际延伸的路径阐述 以体现出理论构建中内在的逻辑力量 为更清晰更自然的展现这一点 全书特赦要略一张 力求对整个真九学理论体系形成 及构成以总乱式的整体呈现 并以附录的形式 汇集全书中出现的所有命题和推论 可视为全书的一个大摘要 建议非真九专业读者 第一次读笔者作品的读者 以及没有时间从容阅读全书的读者 可以先读或只读这一章 功力 基于通于无穷者 可以传于后世的认识 皇帝内经作者借皇帝之口 在不同的篇章 一次又一次追问真之药 赐之药 深之药 脉之药 枕之药 最终目的在于寻求通于无穷的终极之理 于知其和于天道人是似是之遍也 然于愿杂之药毛 浑术为一 可呼 这的确是一个穿透现象的终极之问 明确表达了欲求万事万物之理于一言 不可胜数之九真之理为一计之之理的追求 得此一 不仅能贯穿已知的生命现象和规律 而且能将天人 古今连接起来 整合各家之说通古今之变成一头 如果当年皇帝内经作者真是基于一个基本假设 和若干公理 一步步推导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那么 今天就应当能从书中一个个命题 反推出基本假设和公理 而整个反推过程本身 也是对整个理论体系的独立性 完整性和相容性一个极好的逻辑检验 关于公理化 一 公理化的要素 定义一系列的概念 确立一个基本假设及基本命题 公理 推导出整个理论体系 衡量公理体系的三个标准 独立性 完备性和相容性 一个命题系统只要满足这三个条件 或者满足独立性相容性两条 即可视为公理体系 理论构建的公理化方法 从一些假定的公理出发 然后进行逻辑推研 通常在选择公理的数目和具体命题上 有一定的自由空间 但这种自由与主观意想和纯粹的自由构造 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相反 它是科学研究中创造性的一种表现 理论上说 确定为公理的数量 在满足理论推导的前提下越少越好 公理的数量 是衡量一个演绎系统结构美的重要标志 然而 如果少到一定量 则难以推导出完整的理论 或使得证明的复杂性陡增 可见 确立合适数量的公理需要智慧和反复的测试 有时甚至需要几代人的测试 因此 语者不敢说 以下确立的13条公理 就是最适量的最合适公理 2 公理化的形式 公理化思维是人类思维活动的共性 而对于公理化的表现形式 东西方由于文化的差异而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西方基于演绎方法构建理论很看重形式 概念的定义 公理的表述和命题的证明皆有规范要求 而中国古代医学的理论构建更注重内容 虽然在理论构建过程中也寻公理 讲规则 但一般只是将这些内容隐含 或穿插于理论论述中 而不会专门 集中阐述概念的定义 理论推导的公理及规则 一般也不会一步一步证明一个显然的命题 也就是说 中国古代医学应用公理化方法构建理论 虽然也有逻辑起点 以及串联理论推导的逻辑链 但这条链多半隐而不现 链上所细的命题 也可能没有按逻辑序列严格对号入座 你可能会说 伤寒论已经体现出明显的理论的形式化规范 其实 这是经过了后世诸多具有公理化思维的一家或理论家 不断自觉对位复位的结果 并非张仲景一人的智慧结晶 在理论的形式化方面 西方公理化形式值得借鉴的是概念的定义 理论逻辑原点的确立和公理的集中论述 而那种一步一步证明一个显然的命题的形式 不符合中国人的书写和阅读习惯 其是牛顿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也没有照搬 欧几里德几何原本证明形式 三 理论的形式化与非形式化 经验科学公理系统的建立 是以大量的事实为基础 以丰富的经验和已有的科学知识为前提 因此 在建立公理化理论之前 需要有一个长期的 非形式的发展阶段 积累大量的经验 数据和资料 对这些经验资料进行分析归纳 使之系统化 最后上升为理论 对于真就学这样的经验科学 理论的形式化与非形式化 也是两条相辅相成的路径 没有非形式化路径大量积累的事实 经验 就不可能走上理论形式化的路径 以公理化方法 完成理论创新的四部中一经典中 有三部出现于汉代 不是偶然的 从整个社会发展的大背景看 文化大一统的构建 正完成于汉代 从中医学自身的发展背景看 中医学发展到汉代 不仅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知识 而且出现了众多学派的不同学说 要整合这些不同的学说 使今能在同一个操作系统下运行 就必须找到一个理论原点 并据此确立若干基本命题 作为评价取舍诸说的依据 才能达到百律一致 构建出一个和谐自洽的理论体系 秦代温病条变也是在同样的背景下诞生 送以后 特别是明代一家在热病诊疗方面的长期时间发现 热病的发展规律 不能完全用伤寒论六经体系解释 于是提出了不同的新学说 如何整合这些不同的新学说 并找到与伤寒论对接口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秦代一家无堂通过增加新的功力 实现这一理论整合的创新 如果说 针灸理论传统的非形式化方法是正的方法 则功力化方法则为负的方法 二者是相辅相成犹如阴阳护根的关系 而重复的方向 更容易看清古典针灸学的亮点和暗带 以及未来发展的方向 路径和路标 中国能成为世界上最早确立复述概念的国家并非偶然 直觉加上阴阳对偶思维提供了必然性 四 功力化的意义 演绎科学 以逻辑和数学为代表 与经验科学所采用的功力化方法的根本区别在于 演绎科学的功力化系统只讲形式 不讲内容 只要前提为真则结论一定为真 而经验科学的功力化理论系统不可能不投论内容 其推导出的结论 必须经过理性检验和事实检验 两个阶段方能成为科学理论 采用功力化方法 构建古典针灸理论的意义在于 提供了一个阐释针灸学本质的独特视角 清晰揭示 出针灸学理论系统 及其分支的内在规律性 并为后人的进一步理论整合及创新指明方向 提供工具和方法 同样为理论创新制作 第二种说法的中医四部经典与南京甲乙经 以及山藩方贝极千金 药方 医学纲目 为代表的临床医学经典的根本区别在于 其一 前者不仅有理论 而且理论自成体系 构成整个理论体系 各命体间的逻辑关系密切而清晰 能够通过理论推导和技法的移植 实现技术创新或就技术的新应用 本书集提供了诸多这类创新的势力 其二 前者的诊疗与理论联系紧密 所立之方间距离而设 为临正社方提供一个模板 因而可以极少数量的方应对 其理论所覆盖的各种病症 例如伊林改错 仅以33手方而治百病 从临床各科百病中提炼出共性 无论外感 内伤 要知出病伤人何物 不能伤脏腑 不能伤筋骨 不能伤皮肉 所伤者无非气血治病之药觉 再明白气血 伊林改错中的这33手方 针对临床百病所致血气不合的各种形式而设 因而通过调血气而治百病 绝非仅用于血瘀症的治疗 如果补上临床各科特征性的环节 则完全可用于临床各科的治疗 术语 血气 其一 执行于脉中的血和气 脉中之血气是一体的 故在特定的语境下 血气可简称约血祸气 又 脉为血气之腐 血气为脉之用 故在皇帝内经也用血气指代脉 其二 血气等于血家气 指荣养周身之血和正气 包括溶血 胃气 元气 宗气 银气等 正邪 邪气 伤人 治病的虚风 包括风 寒 鼠 湿 躁等似是不正之气 正气 养人 抗病的血气 胃气等 有约真气 公理 阴阳五行说以哲学之关与思辨作为公理基础 不依赖事实经验并摆脱经验事实而存在 中国传统的各门学术 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把阴阳五行 引为构造理论学说的基本工具 五点真就学在构建理论体系时 也引入了阴阳五行的基本定律作为公理 创造性的引进而非直接照搬 阴阳公理 公理一 阴阳者 天地之道也 万物之刚己 S5 此为阴阳对偶定律 阐述阴阳的普遍性 也如太平经所言 天下凡事 皆亦阴阴阳 乃能相生 乃能相养 公理二到一 阳中有阴 阴中有阳 S66 公理二到二 凡阴阳之药 阳密乃固 固阳强不能密 阴气乃绝 阴平阳密 精神乃至 阴阳离绝 精气乃绝 S3 从此条公理 从此条公理不难看出阴阳之中更偏重于阳 重阳的理念在古典针灸学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血气说的重心由血向气的偏移 在身形的实体与虚空之间 同样也表现出从实体向虚空的偏移 因而古典针灸学的身体观更注重虚空结构 经脉形虚空 气形虚空 邪克虚空 真由于虚空 气血在虚空 落实在真九上则表现为更注重气的调节 公理二到三 阴阳表里上下内外左右雌雄相数阴影 S4 S75 这一命题在皇帝内经翻两件 一鉴于金溃真言论约阴阳表里内外雌雄相数阴影 又鉴于诸之教论作阴阳表里上下雌雄相数阴影 太素传本座阴阳表里外内左右雌雄上下相数阴影 此表达最为完整故以此为据 此组公理阐述的是阴阳护根律体现在人体有如下应用 护阴人之阴阳则外为阳内为阴 阴人身之阴阳则背为阳 护为阴 阴人身之脏腑中阴阳则藏者为阴 腹者为阳 肝心脾肺肾五脏皆为阴 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三胶六腑皆为阳 所以欲之阴中之阴阳中之阳者何也 唯东病在阴 下病在阳 春病在阴 秋病在阳 皆是其所在 唯是真实也 故背为阳 阳中之阳 心也 背为阳 阳中之阴 肺也 复为阴 阴中之阴 肾也 复为阴 阴中之阳 肝也 复为阴 阴中之之阴 脾也 此皆阴阳表里内外雌雄相数阴也 故以阴天之阴阳也 经溃真言论 不邪在府则阳脉不和 阳脉不和则气流之 气流之则阳气胜矣 阳气太胜则阴不利 阴脉不利则血流之 血流之则阴气胜矣 阴气太胜 则阳气不能容也 古曰观 阳气太胜 则阴气负能容也 古曰格 阴阳俱胜 不得相容 古曰观格 观格者 不得尽气而死也 外度 宫里二到四 圣人难念而立 前曰广明 后曰太冲 太冲之地 明曰少阴 少阴之上 明曰太阳 终身而上 明曰广明 广明之下 明曰太阴 太阴之前 明曰阳明 绝阴之表 明曰少阳 S6 此即人体三阴三阳 纵向分布率 其阴阳分布原则为 四肢以内 外侧分阴阳 躯干仪表 里分阴阳 头面无内外表里之分布 而只有三阳之分布 人体三阴三阳 纵向分布 律是阴阳公理 在针灸中 最重要的应用 主要用于规范 十二经脉 寻形路径的描述 以及观 和书的确定 公理三 重阴必阳 重阳必阴 L74 S5 此为阴阳转化公理 四肢的寒暑变化 是体现阴阳 从量变到质变的 极佳实力 所谓阴阳之网附 寒暑张其照也 从表示一年四肢变化的 十二月卦的卦象中 可以非常清楚地 看出四肢交替中 阴阳消长的规律 故皇帝内经言 阴阳常与四肢并举 如阴阳四肢者 万物之中食也 死生之本也 你之则灾害生 从之则科技不起 是未得到 四肢调生大论 以上阴阳三公里 阐述天地万物的总规律 万物对偶存在 有阴必有阳 有阳必有阴 万物的消长变化 是阴阳二气 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重阳必阴 重阴必阳 三条阴阳公里 作为天地万物之道 是中国古代百科 皆通用的公里 但古典真酒学 在引用时根据实际 需要进行了调整 将原有二只阴阳 引雷六指的三阴三阳 并总结出人体三阴三阳纵向分布率 五行公里 公里四 肝生精 筋生心 心生血 血生皮 皮生肉 肉生肺 肺生皮毛 皮毛生肾 肾生骨髓 水生肝 S5 S67 此为五行相生绿 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精 金生水 水生木 公里五 木得金而伐 火得水而灭 土得木而达 金得火而缺 水得土而绝 万物尽然 不可圣洁 S25 此为五行相克绿 金克木 木克土 土克水 水克火 火克金 公里六 生和五阴 四和五行 买和阴阳 S17 此为五行阴阳相和律 以上三条五行公里 古典针灸学引入用以说明五脏 五脉 五书 五书应五行 六阴脉五书 颈阴木 行阴火 输阴土 精阴金 和阴水 六阳脉五书 颈阴金 行阴水 输阴木 精阴火 和阴土 五行通过与四式阴阳 五脏 五色的结合而应用于针灸的五色 脉针 射方补屑等 关于五行在古典针灸学的具体应用 九真论宣明武器篇有总阔性的专论 此外 五月五始 五色 五味 五味论 五阴 五味五进 阴阳25人等篇也从不同角度加以论述 血气功力 功力 功力七 人之所有者 血与气耳 S62 此条功力可是为古典针灸学的原命题 所谓阴阳在天为日月 在人为血气 血气为古典针灸学的原范畴 围绕血气提出了色脉 经络 营卫 行神虚实和补屑等范畴 这些范畴皆由血气层层展开 构建了一个以血气为核心的针灸学理论体系 论证详建本书第七章第三节 功力八 血气者 喜温而勿含 S62 此为血气属性功力 功力九 气形虚空 正气步行则邪气克制 气形虚空 道家又称元气为空气 功力九到一 肉分之间 吸骨之会 以形容胃 以会大气 S58 功力九到二 胃者 群皮肤之中 分肉之间 熏于荒膜 散于胸腹 S43 功力九到三 胃气不赢 邪气局之 L68 气形虚空 阳气形表位外而为固 因气形里藏经而气急 此句常识即可理解 正如血形有道 气形也有道 所谓气形虚空不仅是正气所行 也是邪气所克之处 正气不充 邪必凑制 这是古典针灸学对气与虚空认识的重要理念 躯体最大的两处虚空分凑之间和分柔之间 既是胃气之行处 也是邪气所克处 提表胃气出入门户也是正邪共用的通道 若正气不足或不行而不能冲虚空则邪气入而克之 所谓邪寻正气之所出入也 平人平脉功力 功力十到一 脉之胜衰者 作以后血气之虚实有余不足 L55 功力十到二 酒后若一命约平人 S62 便诊法 以诊查毒小 毒大毒疾 毒吃毒间胜 毒献下之 不与众同之脉 唯有过之脉 是为诊读法 功力十到三 所谓平人者不病 不病者 脉口人盈应四十也 L9 人盈麦口及寸口 诊法以脉顺四十为平脉 以脉逆四十为病脉 生气通天功力 功力十一到一 夫人生于地 玄命于天 天地和气 命之约人 S25 功力十一到二 自古通天者生之本 本于阴阳 天地之间 六合之内 其气 九窍 五藏 十二节 皆通乎天气 S3 功力十一到三 人以天地之气生 四十之法成 S25 人以天地之气生 故有五藏 五藏 以四十之法成者 应四十之气而养身 故曰 藏天之气 清静 静 则致亦致 顺之则阳气 故 虽有贼血 夫能害也 此阴时之序 生气通天论 气之逆顺者 所以应天地 阴阳 四十 五行也 逆顺 此乃皇帝内经生气通天 藏气法时四季条神诛 偏阐术之理也 选取次九处公理 公理十二到一 因病所在次之 老关山出土汉减六百四十三 公理十二到二 是其病所拘随而调之 S62 这两条公理意思相当 只是公理十二到一原文出自真方书 故只言次之 而不及久 公理十二到三 是有过者取之 损有余 亦不足 从字面上看 四条语公理十二到二相同 只是从原文的语境看 这里的是有过者取之系特之 诊有过之脉所在 即次或久此脉调其虚实 以至其所诊之病 类似的表述 在皇帝内经作为一条 非常重要的定次九处的原则 被反复强调 例如查 其所当取之处 并至 是知有过者谢之志 之取守阳明 太阳 太阴 舍下哨音 是知胜者 皆取之 不胜 是知也等 皆是诊疗一体理念的具体体现 公理十三 治病之法 是先发者而治之 树脉去发病 则则其胜者而先治之 张家山汉锦脉书 此条公理阐述真九治病求本之理 古人发现 变标本在很大程度上落实到变先后 或者说从病症之先后来把握病之标本 由此确立了一条重要真九治疗原则 先治先病处 先后难辨者则先取其胜者 例如诊的多个脉胃有异常先取其胜者 痛有多处者先取最痛者 在经人看来最为复杂的选学社方 古人却只用两条原则全部概括 看似十分简单 然而随着诊疗经验的不断积累 对于病所的认识也不断深化 形成不同的诊法和分布理论 以更精细的辨识病所 特别是经过学说流行后 辨病所要根据迈向结合病症特点定位 再经再落 再脏再辅 以及在哪一经哪一落 哪一脏哪一辅 落实到选学社方 则有多种不同模式 接下来 就让我们从血气这个逻辑起点出发 依据着13条公理 一步一步地再现出2000年前 中国针灸学理论大厦的构建过程 为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 特于上路之前提供本次探索之旅的导览图 血气说逻辑之列 图一 图一 思维导图 血气说的逻辑之列 图例 数字编号前功等于公理 命等于命题 功命加数字为本书中公理及命题的编码 图解 血气说以血气为地基 公理器为逻辑起点 以血气的度量为连接各延伸路径的枢纽 以输学为血气调节开关 以经络 三胶为血气运行通道 以刺久为调节手段 以豪针补血条血气法为核心意义贯之